作词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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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尴尬就对了 你们是不是心里都有点啥 要是心里没点啥也不会尴尬是吧 应该坦坦荡荡才对 有个大头鬼呀 你等我回去给你算账 拜拜 有你感谢我的时候 那个 我觉得钱佩兰 我告诉你 她就是故意的 我查看了一下订单 上面写着什么 床上一定要铺满玫瑰 晚上要定点过来送红酒 送香槟 那 你应该不会处罚她吧 我肯定要处罚她 批评她呀 对不对 她作为一个前台 最基本的本分不知道该怎么做吗 我喝不喝酒她难道不知道吗 应该 算了 不过这么大一个房间 我觉得我们两个人住够了 先休息休息 外面太热了 晚上我再带你出去逛逛 好 谢谢 先生 这给你 那个长飞了好几年 花了好长时间 才找到这份接料 需要什么事 此时联系我 我 圈都黑了 神秘 神秘 卡洛 神秘呢 卡洛 我出去办点事 晚点回来 他去哪了 这空气真好啊 空气真好 沈晨 谁叫我 沈晨 是你吗 你好 你怎么来了 我同学的同学结婚 同学的同学 在这儿 沈晨 你也太无组织无纪律了 医院这会儿缺着人呢 你来干什么 不是跟你解释过了吗 我同学同学结婚 关系太好了 不来他跟我翻脸 同学的同学 你第一次来 第一次 那你运气不错 赶上这个水灯节了 你看多热闹 是挺热闹的 要不我们俩包条船 出去划船吧 别了吧 我有点晕船 而且还没吃饭呢 我有点饿了 饿了 饿了好饭 这里边有一个特别好吃的 芒果捞饭 我们俩一起去吃 要不然你去买吧 我去买 行 那你在这儿等着 别跑啊 哈喽啊 你是不是也不想去划船 我 我也不想去 那你说 如果我们走了 那个人会不会傻掉 不是 那我带你去那边逛逛 咱们走 走 买花灯 买花灯了 姑娘这么漂亮 买盏花灯吧 我的花灯许愿很灵的 哇 好漂亮 买一盏吧 许愿很灵 对啊 好 来一盏吧 真好看 我买 好 好 谢谢 来 我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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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卡洛 我刚才放的河东 是纪念我以前养过的狗 它叫宰宰 跟你一样 我颇可爱你 我真的很想它 看到你现在这样 健健康康的 这么开心 我就放心了 毕竟有一个人曾经说过 比起爱到那些不幸的离开 去拯救更多的生命 更有意义 你说对不对 那个人说的还挺有道理 你说的那个人 是我吗 心脏跳得挺快的 心脏跳得挺快的 我是被你吓的 那么神众鬼魔的就出现了 怎么了 只允许你来海边散步 不允许我来海边了 那你也挺厉害 这么黑的天 你是怎么一眼认出我的 按道理讲呢 我先看到卡洛了 她比你明显一点 好 好 刚才说到哪儿了 什么说到哪儿了 好 我们再放盒灯 然后我给她讲了一个故事 对啊 今天是水灯节 你怎么也知道啊 也 小沈大夫也来了 我已经狠狠地批评了小沈 她也为自己这种 肆意妄为的举动 深深地悔过了 不过她来倒是 至少有一件好事 我们的住宿难题解决了 你可以跟她睡一个误 快点 老板 盖个盖儿了吗 进拿管 拿管 对 谢谢老板 下一位 下一位 谢谢 谢谢 快点 老板 你看没看见一个女孩 牵了一条白狗 看到了 往哪边走了 好像往那边去了 白色的狗 好 白的 谢谢啊 没事 Lord 白的 乖 你自己去看出了荒物 你自己去看出仇台 你自己去看出仇台 你说什么 那就是你自己去看出仇台 那就是你自己去看出仇台 你会不会也有一些这辈子 都不想告诉别人的秘密 秘密 每个人心里都有 说来听听 你怎么想知道 我就是想多了解一下你 你也多了解一下我 互相多了解了解不好吗 对田林今后的发展 也会有很大的帮助 这么乖风 那行 我告诉你 但是你得保密 不能跟别人说 行 我保密 你得这么发誓 你幼不幼稚 行 我发誓 你别看田雨昕 现在吊儿郎当的 小的时候经常被我欺负酷 那个时候那么吊儿 为什么要欺负她呢 其实就是因为她刚出生那会儿 我就觉得父母每天都围着她转 我就总担心 是不是爸爸妈妈不爱我了 感觉自己的爱被分走了 我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可笑 那时候毕竟太小了 其实后来我才知道 他们是因为担心我 一个人太孤单了 才想再给我生一个伴 因为他们觉得 他们也没办法 永远陪着我 我说完了 该你了 我的 我的秘密 行吧 其实呢我 我不是 田田 我 下次再说吧 我告诉你啊 你明天 买一个最早的机票 赶紧给我回去 别在这儿吊儿郎当的 看得我心烦 不去 不买 你如果让孟楠 看见咱们三个同事在一起 田田肯定会怀疑 咱们之间的关系的 你身份暴露了怎么办 那我就不让她看见 我们仨在一块儿 那我可不敢保证 不是沈命你什么意思 一点耽搁的样子都没有 就非得把我支开 然后单独跟她在一起 你这竞争不公平啊 你瞅着你说的这些话 行 你想呆在这儿 你就呆在这儿 好吗 行 那孟楠如果看到了 所有的后果 你自己承担 行 但是 你绝对不能透露 田田是宠物医院的医生 这样 我就 不太好保证了 你干什么 我现在就去跟田田说你是我弟弟 是 别闹哥 是好哥哥嘛 再商量会儿 再商量 刚才跟你商量了 刚才商量不算 重来 哥 都是哥 快 哥 说说 说 说 说说 我给你订个机票你走吧 不用不用不用 我给你订个机票 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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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 什么事 就是 田田一个人一国他乡的一个姑娘 自己睡不安全 我去跟她一块儿 这样你也不用担心 是吧 你怎么那么能操心呢 你先过来坐着 我跟你说点事很重要 你快快快 干什么 你先坐下很重要的事情 这个事情呢 必须要规划好才行 今天晚上 我睡床 你睡在地上 你随便找个地哪儿都行 又想跟我睡 我不跟你睡了 都多大了 你也不开扫 你有病吧 谁说要跟你睡 我说我睡在床上 你睡在地上 你睡床上 我睡地上 对 那凭什么 我告诉你啊神秘 今天我跟你睡 我就是猪 我跟你说我也是猪 神秘 这样有意思吗 碰上你这样的无赖 我能有什么办法啊 谁让你是我弟呢 怎么样 床睡得还习惯吗 猪 还行啊 路哥 哥 话说 我们也好多年 没有睡在一张床上了啊 多少年 上次还是你 我小的时候你出国的时候 都过了这么多年了 别说了 我困了 睡觉吧 晚安 这是一种鸡霉抑制剂 它可以诱导细胞凋亡 和抑制B细胞系的 或者是恶性B细胞系的增值 同时呢 它可以阻断多种信号通路 降低肿瘤细胞的生存能力 目前我们公司已经进入临床阶段 通过对四十个样本的采集分析发现 药物小淋巴细胞 对淋巴流抑制作用效果 非常明显 哎呀 哥 哥 哥 药物对淋巴流都有作用 也可以配合放疗控制淋巴流 一般来说 小淋巴细胞性淋巴流 和T 嗯 挂我电话 什么情况 都采用化疗治疗 而外周T细胞淋巴流 则需要放疗联合化疗 别理他 直接关机 来控制T细胞淋巴流 我去 想甩掉我 不可能 不可能 以上这些呢 就是我们绿川的研发成果 谢谢大家聆听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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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冠名播出 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伦苏 快点 那个分会场的宠物行业大会 快开始了 刚刚分会上讲的 你听完有什么想法吗 基本没什么想法 不过我看到那么多专家 像学生一样 听着顾学长讲课 那说明你那计划有点厉害 这几天不会都是这种专家课吧 不喜欢吗 也不是 就是觉得离自己专一太远了 所以这次分会 你来多学习学习 多交流交流 我觉得这是一次特别好的机会 什么时候田林 能站上那么大的舞台就好了 放心吧 我会陪着你 一步一步走到更大的舞台 作为参赛选手 急救大赛报名还剩最后三分钟 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 急救大赛 走 去看看 今天的大赛模拟的情景是 当狗在进食和玩耍时 不小心卡住异物的时候 作为一名专业的宠物医生 又该如何处理呢 规则非常简单 谁用最短的时间把这个球拿出来 谁就是优胜者 现在距离报名的时间 还剩最后不到三十秒 等一下 他要报名 你干吗 你不是想要舞台吗 这就是你的第一个舞台 赶紧去吧 我帮你拿包 加油 这位参赛选手您好 请问您怎么称呼呢 我是来自福城田林动物医院的田医生 我们欢迎田医生 好的 现场所有的参赛选手 大家都做好准备了吗 好的 现场的朋友们 我们马上要开始了 三二一 开始 比赛还剩最后十秒 比赛还剩最后十秒 太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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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的订阅者和订阅 能不能接触到 一瞬间 请再订阅一下 再订阅一下 很精彩的海姆利克视镜法 很巧妙的思路 可以请田医生 再为我们还原讲解一下吗 可以 你 我会打开狗的嘴巴 然后确定他的气道是否通畅 然后用触摸感受异物所在的位置 当确定了异物所在的位置以后 我会把狗整个身子立起来 然后靠在自己的身上 左手握住拳头 抵住他的肋骨下缘 右手靠在左拳上 向里向上迅速地施压 主要原理就是 利用他体内自己的气压 把这个异物给挤出来 这个过程中 要避免接触到肋骨和胸骨 以免造成不必要的二次伤害 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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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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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没有邀请函您不能进去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我进去找个人 找完人我立刻出来 对不起您不能进去 我都跟你说得很清楚了 进去找完人 找完人我就马上出来 你这人怎么这样呢 你拖着拖着拖着 沈晨 卡诺 我没想到海姆利克急救法 还能用到动物身上 这是我爸想到的 小的时候 仔仔被玩具球卡住了喉咙 然后 田田别哭啊 我没想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有潜水阵 对啊 我有啊 过期了 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是永久的 你想呆在这儿 你就呆在这儿 行吗 行 那孟楠如果看到了所有的后果你自己承担 行 你到底来干什么呢 我一说就算了 那个 你干嘛 什么事呗 过来过来 我这说嘛 我不想听 听我说 咱们是不是兔校一起长大的 我吃不下了 怎么了 不满意 嗯 刚才你说吃什么都行 那我想吃大排档 你又不去 我请你吃个饭 干嘛非要选择大排档呢 大排档好吃啊 我上网查过的 那明天晚上呗 晚上 晚上不是有那招待宴会吗 那时候肯定有好多好吃的 我都准备好了 要大吃一顿的 可惜我本来想中午流肚子的 你又点了这么多 让人怎么去舍啊 没事 这家东西 对你来说 也算省的 反正你能不能吃 是 我承受了我这个年纪不该有的饭量 哦 对了 晚宴要穿晚礼服你知道吗 是个饭还要穿礼服 邀请函上面不是写得很清楚吗 那我我没注意啊 你应该提醒我一下 我提醒你有用吗 你会为了一顿饭 去专门定制一个晚礼服啊 那不会 那不就是了吗 看来晚上又要有人 自己一个人睡酒店了 自己就自己 不去就不去 新芒果沙拉 你怎么没点这个呀 那你不是最爱吃芒果吗 快吃吧 谢谢 你的鼻子没事吧 没事 小问题 我是什么人啊 以后跟着我玩吧 嗯 快吃吧 神秘 你怎么了 喂 没什么 先吃饭吧 来 一会儿吃完饭陪我去个地方呗 嗯 你到底想说什么 我不是来看你喝饮料的 哎 你也认识甜甜 你也认识她 嗯 她是我哥私人医生 我就不能认识一下 喜欢她 哎 所以才追到这儿 对啊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浪费事情 你就不想知道 我哥 对她什么感觉吗 你不是也就是因为这个事 才过来的吗 嗯 那要怎样 你想说什么 以我对我哥的了解啊 她对甜甜有好感 所以我们可以组建一个联盟 我们联盟的目的啊 就是拆散他们俩 不让他们俩在一起 怎么样 合作吗 幼稚 要不这样 以后我哥有任何风吹草动 我第一时间通知你 怎么样吧 还有啊 你 别跟甜甜说我们俩认识 理由呢 理由就是 我回头再告诉你 行啊 谢谢你的饮料 那单买一下我没单钱呢 哎 告诉你啊 我一句不许乱说 不然拔掉你的牙 定见没搞的 过来 不要说啊 我们现在也是要去哪儿啊 别着急 马上就到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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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弟 我带个朋友来看看你 天天 这是我朋友告主 他是我唯一的朋友 这个地方我生活了八年 他陪了我八年 八年 那你是多大来这儿的 来的时候 然后我六岁了 绿川的加工厂呢 之前有一批原料 在这儿出了很大的问题 给绿川造成了很大的损失 我父亲赶过来处理 我跟我妈妈就一起过来了 宝宝 宝宝 爸爸出去办点事 晚上再回来陪你玩 好不好 好 到爸爸 在家要听妈妈的话 再见 爸爸 白天分开的时候 爸爸 等到晚上再见到爸爸的时候 我看 他已经没有核心了 警察说 他在工厂发生了 荣英 荣英 你把我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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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头 那你为什么要从医院里跑出来 我忘了 忘了 我那个时候那么小 就目睹了我亲人的离世 除了爸爸的脸记忆已经支离破碎了 完全想不起来 之后我只记得 完全陌生的环境 没有一个我认识的人 我听到的都是我听读的音乐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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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饿不饿 你中国人 我吃了 那我分一半给你吧 谢谢 没事 快吃吧 你目光从没有翻彩 你目光从没有翻彩 只够将我一人装下 我千百次被你融化 却不知如何表达 我只能抱紧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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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今你还在我身方 一通穿梭 一通穿梭世间熄攘 总会有一天 我要被整个世界彻底遗忘 不留其想 只有你还记得 我模样